一致的選擇 二十四號晚 監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南下屏東恆春開獎 支持者紛紛熱情歡呼 南下拉票沒想到宣傳車 卻出現狀況 本專夢買春秋 秀出一段直擊影片 映著柯文哲無心營的宣傳車 直接卡在七門城門洞裡 意思因為誤判高度才會卡住 警方獲報後派人前往處理 利用輪胎泄氣的方式 來協助他們脫困 從未現場可以看到 牆壁磁磚脫落 還有明顯的撞擊痕跡 這個城門限高二點一公尺 已經有百年歷史 事實上城門被撞 已經不是第一次 最近五年來 已經發生三四次 柯文哲的宣傳車也卡在城門內 民眾黨團表示會配合調查 也會負起賠償責任 警察這一輛車輛是 要想要指示車輛的車輛 然後不是我們官方的宣傳車 可能因為是外地來的 他不了解這個城門的 這個限告的一些限制 黨團說開車的是外地來的支持者 柯文哲南下屏東拼選情支持者 開了宣傳車卻卡在城門 一度進退兩難 警方後續也約談 招式駕駛製作筆錄 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損毀股積可儲新台幣50萬 到2000萬元的罰還 靜新聞邱燕尼來警察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